近日在全国热播的电视剧《京中岳飞》引来众多关注 昨日成龙做客超级访问时透露 本来岳飞是我演的 但是我不知道黄晓明用什么手段把我的角色抢过去了 但我看完以后觉得演的还可以吧 但是比我差一点 面对成龙大哥的不满 黄晓明还嫌弃成龙年纪大 《京中岳飞》讲的是岳飞从19岁到39岁被奸人所害的故事 我的年纪正好 不到36岁可大可小 其实19岁我不用装 我看上去就差不多 导演唐继理开始时对黄晓明出演岳飞还是有点担心 他身上有一种侠气 但是演岳飞需要降气 我就和小明说要练身体练武术练骑马练书法 对于唐导的要求 黄晓明花费一年多的时间去健身去练书法武术 剧中还原的岳母次字 这一经典桥段是一场近身裸戏 为了去终这几十秒的裸戏 黄晓明吃尽了苦头 在拍戏的七个月的时间里彻底和美食绝缘 黄晓明说 我每天只吃白水煮鸡胸 然后水煮胡萝卜 芹菜 库六娱乐新闻整理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